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A姬输给老干爹这场比赛 终究是逃不过空分的指责 由于赛制的原因 如果A姬拿到A组第一 那么他们继后赛的对手 将是TTG或是TOP战队 以目前A姬的状态来说 确实很难打赢 但如果是A组第二的成绩 那么A姬继后赛的对手就会变成XYG这支新队伍 赢下比赛可能会相对更容易一点 这也是A被大家指责空分 故意输给老干爹的原因 连前QG的老板也出来添了一把火 前QG老板直接发声内涵一击的空分行为 他发了一句论演员的自我修养 而且还有多了个月亮的表情 他的话已经非常浅显移动了 因为月光之前就发文内涵过QG的明眼行为 月光当时发的就是演员的作修养 而现在QG老板把这句话又还给了月光 这算是时隔三个月的回击 前QG老板之前碍于俱乐部老板的身份 不方便随便下场带节奏 但如今俱乐部都已经卖了 也算是半个局外人 想说就说啥 谁也管不到他 但其实关于A级输给老干爹的事情 还有另一种说法 有些网友认为A级不是空分 而是本来就打不过老干爹才输的 至于究竟是空分还是打不过 这两种说法都无法得到同意 不过无论哪种说法都对A级不利 小伙伴们认为A级是哪一种情况呢